我自己在中學時已經順主 我中學的生涯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牽涉 百成都是籃球、打球、運動 去完外國讀書 甚至乎曾經有一個交通意外 各樣東西的時候很多的經歷 回來香港的時候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去沉索 那種的沉索好像在找一些東西 但在用很多世界的東西 讀書 甚至乎玩 喝酒 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飛車 各樣各樣東西 去填滿 煮的時間 阿女兒夠了 然後召我回到煮的身邊 回到煮的身邊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恩去到一個 聖靈的工作也很強 容許很多空間給整人做事 那時候我學了很多 叫我建立一個教會 在教會的過程當中 亦跟我說你要更新你的異象 你要有一個新的皮桌 那個過程裏面就是 換皮袋好像換皮 很奇怪的痛苦 但是 亦都有這個過程裏面 亦都很沉澱自己 其實我是怎樣去門訓我的 我以前牧者怎樣去栽培我的 而主要的門訓是甚麼門訓呢 主要的教會是甚麼教會呢 如果主要我跟以前一樣的話 那為甚麼要我走出來呢 就是主要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怎麽為不一樣呢 主要都用不同的群體 不同的機構 去釋放一些角度性的東西 發覺是中的 然後就拼籌 不是自己在玩這個樣子 拼來拼去 但是主要是教你 你不要心急 你這裏要拼好 你才可以做到那樣東西 那種快慢 甚至乎那種 我不是要量 我要質素 我不是要這些 不是其他人 覺得那樣東西很重要的 你要停 我教你做這件事 這樣跟著去做 甚至乎 其實我經常都跟門徒說 我自己的一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的時間裏 我都幾大部分 不是在做教會裏的事 但我都很愛他們 也都很盡力去做 但是他們亦都知道 我覺得很多東西就是 因為他們這樣去 覺得做KINGTONOM的事很自然 甚至乎我不會叫做KINGTONOM 而是主要有聲音 叫你做 你就做 是呀 你怎樣去學 甚至乎你怎樣去小小樣中心的時候 下一次可能大小小的事 你又可以做到應付到 再大小小的你又應付到 某一天有人跟他說 這些就是KINGTONOM的事 原來你已經被塑造去到那個平台 或者可以給亦神使用的平台 那你會覺得 哇原來整個路途 是真的不是一條直線 亦都不是一個平坦的路 但你會覺得 所有都是很值得的 原來跟主這樣去運作的時候 是件事是真的會 你見到很多的榮耀 你會見到你自己一種的提升 但不是為了我的提升 是為了你要見更多的榮耀 你要見更多精彩的事 你每一步都是被主意amaze 我是很amaze 就是我自己是很開心這一種的旅程 然後賺到你自己的旅程 你會聽到我自己的旅程 你會反過來 你會不會 tended 在這方面的運作 也會不會不會 怎麼樣 你不是